来看见经济后面的消息 为了因应警察勤务业务的需要 来进步经济室进行这部条件 该议官警察局有主任BC以及委婚局长议董 管党文章梁主持新社臣重要经济人员交接电力 台湘各界隆营业管理 该议官警察局有主任BC以及委婚局长议董 管党文章梁主持新社臣重要经济人员交接电力 台湘各界应邀管理 管党文章梁主持人员说 地安跟环境情结是管政府最重要的基礎工作 该议官警察局为何原来地安 变得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了分身局长的专业职下做得非常好 未来地新分局长的感觉之下 希望可以延续这种惨痛 嘉义县新任的分局长还有主任秘书 今天做布达跟交接 大家知道实际上嘉义县警察局 维护整个嘉义县的治安 那一直扮演非常重要 而且也做得非常好 那新的分局长的加入 那我希望他们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传统 那努力认识 那我们也希望他们来到这个大家庭 那如果他们过去的经历 有一些好的 那值得嘉义县学习的 我们也希望他们把好的经验 带到嘉义县来 那我们希望 所有的这些警察投认 大家可以努力 然后能够让嘉义县的治安 可以追求到更好 那实际上 治安跟环境清洁是整个县政 最重要两个基础工作 如果这两个基础工作没有做好 其他都不用讲 所以治安列为最重要 所以我们在这边谢谢 我们廖迅城廖局长 所领导的团队 一直把嘉义县的治安 处理得非常好 在这边感谢他们 团队文章梁 既然所有警察当前 可以建设公委专业配合 各行经济工作 可以无法连接 并且专业 科技 黎领 团队 四大关系 用于人数 以勇敢专行 重新各自团 以发行政 心心接触 较不明显的使命 才算安全 精简明显对警察的信任 最近先本 周来星 各位观 蔡康伯登 欢迎订阅 我说每次苏元长来加义 就是要加义开车 就是要加义精神 要加义继续往前走 去年的12月19号 宣布要促成嘉义友科学园区 那今天来宣布 整个科学园区所挑定的地点 跟未来的发展 科学园区啊 这一块积木摆上去 等于整个龙宫大县 架后能够完成 我想9月5号 对嘉义来讲 会是一个未来永远 必须要记得的日子 在15年后 30年后 大家就知道 今天有多重要 因为今天的宣布 代表嘉义往龙宫大县方向走 今天 条件已经不够了 我们 高天 都加义设断 故宫南烈 也整个已经发展了 我真知道 这样一大队 会速度队落到冰的胜末 法总统的交代 要让嘉义做得好 我们嘉义要让我轟起来 所以今天 我们在这双方 嘉义科学园区 肉脚在泰包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